最近胡哥出席某品牌的代言活动 在现场有记者提问最近的工作计划 胡哥坦言 最近一直在接触新的剧本 因为自己也很久没有作品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也知道 爱情片 枪展片 各种剧本胡哥都尝试过了 他表示自己很少穿制服 所以很期待警察 医生等穿制服的戏 对此类型的剧本很是期待 终色周知 胡哥是古装戏入门 最有名的就是当年的《仙剑奇侠传》 应该没有90后是没有看过的 在这部戏之后胡哥爆风 虽然在之后胡哥出车祸意外毁容 但在恢复复出之后 胡哥参演的剧本还是很有质量 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现代剧方面 胡哥的不是很受关注以外 但像《猎场》这类剧 可以说是让人看了还想追 比起其他的偶像派 胡哥算得上实力派了 出道多年一直专注于拍戏 可以说是业界劳魔了 在车祸之后一度有拍戏的阴影 好在他积极恢复之后又有了新的作品 现在的胡哥还处在事业的巅峰期 肯定还会有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毕竟是实力派担当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 也没有永远处于低谷的人生 胡哥在过去的挫折里 获得重新拥抱生活的勇气与力量 粉丝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 不断成功 一直带给我们惊喜 除了当伴郎等副业之外 要把谈恋爱提上日程 那就最好不过了